代表 劉秀蘭社友 請秀蘭社友 來出列為我們發條感言 秀蘭社友是本社新秀的經典代表 各位紀念家人們 大家午安 大家好 我是新社友 第34期新社友 感謝秀蘭社長給我這個機會 上台做新社友的感言 那話說半年前六個月前 秀蘭社長向我們推薦虎口建營社 那時候我們也不知道虎口建營社是什麼 運作什麼我們都不是很了解 然後他又告訴我們說 接下來34期社長這個職務 我們也尊重他 所以我們也開始支持他 所以我們報名一起進入虎口建營社 那剛進來的時候其實我們也很緊張 然後也不曉得該做些什麼 然後一路上就從中立到虎口 為期六個月的時間 其實這時間我也覺得我也很佩服自己的毅力 每次五點半從中立出門 每次回到中立 所以往往都是快晚上十一點了 然後我跟秀蘭社長說 我很報名提你可以喔 可是你不能叫我上台喔 你千萬不能叫我上台喔 可是他在第一次TM的時間 就告訴我們說 TM人數真實不夠耶 請我們支援耶 所以我就參加了第一次的TM 然後第一次TM 因為我們也不知道TM是做些什麼 就上台講了三分鐘 然後就覺得很緊張 現在回想起來 就覺得那個三分鐘 就覺得講得不是很好 有點落花而逃的滋味 然後歷經 開始學習之後 或是歷經國雄老師的聯講技巧的掌握 然後伊芬老師的三分鐘謀法 然後還有秀蘭老師的幸福家庭經營之道 還有維林老師的幸福團康 還有麗霞老師的表達改變力獲得好人員 謝謝 更要值得一提是瑞珍社長告訴我們 將我們他的攝影眼養成 教我們如何拍出好照片 然後也教出我們 如何找出最好的角度 及在很多照片中 如何挑出一張好照片 所以其實我很感謝瑞珍社長 我現在拍照的時候 不僅能夠拍出很好的角度 也能夠在很多照片中 選出自己很想要的好照片 謝謝護口鏡銀社 給我們這個機會 讓我們學習 也請了很多專業的老師 來給我們上一些專業的課程 然後更感謝一些 很多位的講評 無私的給我們指證 所以我受益良多 現在體驗三分鐘 對我來講的話 其實是覺得時間好像還不太夠 其實我很感謝 護口鏡銀社給我的進步 所以護口鏡銀社 我謝謝你們 謝謝你 謝謝你們 然後在這裡秀蘭祝大家 百事可樂 千事順利 萬事順利 祝大家天天都開心 謝謝